Hello,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堂课呢,来讲一下 Siteground,这个非常知名的 Wordpress推荐的 Wordpress官方推荐的 Siteground的虚拟主机厂商 那他的口碑非常的好 非常多的人推荐他 因为他的客服做得很好 几乎你问他问题 他几乎在十几分钟以内 一定会有真人回复你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用英文去询问他 然后呢,就在我制作完 Siteground详细的后台操作界面之后 的教学影片之后呢 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刚好他这好几年以来 第一次更新的后台管理界面 结果就跟之前的管理界面 C-Panel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账号是因为 我之前的注册都是C-Panel旧版的 那等一下我们再切到新版的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旧版的C-Panel界面 那这个旧的C-Panel界面 大家应该常常看到啦 就是有很多主机商 都是购买这个C-Panel的这一套 软体去管理他们的Linux主机 所以呢 这个每一家的虚拟主机 只要是用C-Panel的话 这个后台界面 涨的几乎都差不多 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因为Siteground已经版本更新了 他们现在的新版本呢 完全不是用C-Panel 那当然他就不需要再付授权费 给这个C-Panel 因为C-Panel这家公司这个操作界面 他们是没有卖断的 是每年都要付授权费给他们 然后他的功能非常的多 所以会导致很多新手 一刚开始不晓得要怎么办 所以呢 Siteground呢 他们就自己开发了一套 他们自己的管理界面 他们不再使用C-Panel 当然也不用再付授权费给C-Panel 相对的呢 好处是他们自己的功能干净很多 那他保留了最主要的一些功能 那其他功能也许他觉得不太需要 所以他们就把它舍弃掉 好 那因为我们只要是新注册的人呢 你看到的都不会是这个界面 这个是之前你注册的人看到的 那大概是从8月9月之后吧 你注册的就不会再看到这个旧界面了 可是我们旧的用户怎么办 我们看到它是旧界面呢 所以我现在我也没办法切换哦 因为在首页这边他告诉你说Coming soon 就是会即将版本更新 可是呢 现在你只能够使用存取demo的画面 所以我只能够用demo的画面来让你们看 好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画面呢 是长这个样子哦 就是新版 你如果看到画面是这个样子 就表示你是比较晚注册的 好 然后你到这个website这边来 新版本呢 里面这边哦 因为我是demo版的 所以他里面有两个demo的网址给我使用 然后我按这个工具 sad tools 好 进来了 就这边 他的仪表板 dashboard 那功能变得很干净就这样 比如说新增管理员 add manager email account 就是新增你的电子邮件信箱 file manager 就是档案管理员嘛 然后cloudflare cdn 这个如果你有在使用加速的 让暂存你的网页的 让你的网站更快的 好 你就知道这个什么叫cdn 然后ip就是目前你这条主机IP是多少 name server就是你的DNS 应该要把它指向这边 DNS的NS记录应该把它指向这两组 好 那以你们自己登录的为准哦 不要看我这边的 我是demo站 然后这边就是目前这是demo的网站 他自己帮我建立的 目前这个demo站还有一些数据 目前是空的嘛 如果你网站正式架起来之后 run了一段时间这边会有数据跑出来 就他的流量 visiters就是访客记录 pageviews就是你的网页被看了几次 好 好这边dashboard最主要仪表板就是这些 那你就可以来这边去新增你的email账号 如果你要新增一个service 小老鼠什么什么什么 .com.tw等等的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设定 我把它直接把它点进去让你看 这边 srbse 好 然后小老鼠这是你自己的网页名称 然后密码 然后按create 密码太短了 它不允许 好 建立 重复了 因为我本来就有建立一个 好 反正你按建立之后 它就会跳到下面来 这是我刚刚建立的service 小老鼠这是你自己的网页名称 然后总共有512MB 那用了多少 这边会有显示 那这边按三点就可以进去log into webmail 比如说webmail 点一下什么叫webmail webmail就是在网页上 类似gmail在网页上收发电子销键 进去呢 就会有一个email的收发界面 好 当然你DNS和MX记录必须要设对 否则你的email也收不到信 然后这边可以去设定这个quota quota就是email的容量 你可以在这边按Change Quota 好 512 你可以把它加到到6G 好不好 太离谱了 confirm email的容量如果超过的话 你的信就收不进来 就是这个意思啦 好 你看我刚刚放到到949MB 好 这个是email的部分 这边有 然后再回到dashboard去看一下 他只是把底下的功能 把它拉到dashboard里面来当做捷径而已 FileManager也是比较常用到的部分 就是直接在这边就可以去上传下载你的档案 比如说这边 里面就是Wordplace网站的一些档案在这里 那假设你要上传档案的话呢 好 那你要看一下你目前在哪一个资料夹下面 比如说我选这个好了 这边比较空 比较好 比较看得清楚 上传一个档案 然后 我这个影片太大了 你看这边都是我 我正在录制的 从7月一直录日录到现在 录制的Wordplace加ו嗯 woodcommerce邱油车 加官方网站加 GRm的教学在这边 我先上传一张图片好了 上傳一張圖片 我在當兵的時候在煮飯的照片 在這邊 ok112K這樣 這樣子這照片就上傳上去了 你要下載裡面檔案的話呢 也是一樣直接按右鍵 在這個檔案右鍵 這邊可以刪除可以移動到其他資料夾 可以copy到其他資料夾 可以重新更改檔名 然後還可以做download下載 下載 他就讓你去選擇你自己的檔案位置 然後去按存檔他就下載了 ok 這個不用再多做示範了 應該很簡單吧 FTP account就是FTP帳號 你可以去新增一個FTP帳號 譬如說 一樣他的帳號是有 就等於是一個email的意思 一個email帳號結構是一樣的 就是有一個小號數後面接著網運名稱 那這個FTP帳號的主要目的就是 讓你可以利用FTP軟體去上下載你的檔案 也許剛剛我們用FileManager 其實就已經可以取代FTP了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給客戶FileManager的話呢 因為這是你是管理員嘛 那你想讓客戶用FTP軟體去上下傳檔案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幫他建立一個FTP的帳號 讓他使用FTP軟體去上下載他的檔案就好了 好我發現我前面有個東西講錯了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底下這邊有個APPManager 我剛剛看著ADDManager ADDManager是新增管理員的意思 那這個APPManager指的是 它裡面那個應用程式的新增 好我點開一下 這個點這個APPManager 就會自動跳來這裡APPManager 意思是說你今天想要安裝某一個架站軟體的時候 那是一個APP嘛 APP就是Application的意思 就是應用程式的意思 所以這邊就可以去選說 我要裝的是Wordplace 好我就可以選Wordplace 然後呢一樣啊 就是去設定一下你的Domain Name是什麼 然後你要安裝在哪一個路徑下面 虛擬主機的某一個路徑下面 然後你的語言要用什麼 譬如說我們都會選繁體中文嘛對不對 你就去選中文 Chinese Taiwan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去選Admin Admin就是Wordplace後台的帳號跟密碼 然後你的Email輸入好 然後按Install 它就在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就把你的Wordplace裝好了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了嘛 如果你們會看這個新版介紹的話 有可能你早就已經是舊版的用戶 那只是新版的話再熟悉一下 那如果你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話呢 你就照著我講的步驟 其實也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Wordplace的網站就裝好了 就像這樣子 你就按你的去選你的網頁名稱 然後這就保持預設好了 然後你就選中文 然後再把這個後台 這個後台AdminInfo這個意思是說 Wordplace的 這跟Siteground沒有關係 就是Wordplace這一個網站 它的後台登錄的帳號跟密碼 還有你的Email 就這樣 按Install 它就會開始Install了 因為我這是demo畫面 我不曉得按下去會怎麼樣 我按按看好了 Install 好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 路徑是空的 好 路徑是空 因為這是demo站 所以 好吧 我先選 隨便選一個 這樣好像不行 這樣好像不行 我先去FireManager 先去開一個 先去開一個資料夾 好 這邊新增一個資料夾 譬如說 www 建立 好 建立好這個資料夾了 然後我到 剛剛這個 AppManager這邊來 選擇 Wordplace 然後選擇 剛剛的那一個 www 資料夾 欸 找不到 好吧 這demo站 沒辦法用 好 反正你就按install 它就會開始安裝你Wordplace的 OK 好 MySQL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對這個東西你就不要去動它了 因為你這個東西 不懂 懂的人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去建立資料庫 如果你是用剛剛的這個 App管理員去安裝Wordplace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建立 MySQL資料庫 所以你也不用去管這個MySQL OK 像他這個 原本的網站 這邊就有一個MySQL資料庫 然後有一個使用者 這個使用者是MySQL的使用者 這個一般人也用不到 反正你只要 如果你要用它自動安裝Wordplace的路徑方法去安裝的話 這些你都不用管 好 PostgreSQL我們用不到 我們都是用MySQL 好 Security這邊是指你的網站備份 比如說我要備份的某一個名稱是什麼 然後按Create 它就會自動幫你備份 這邊有寫說備份失敗 因為這個是 好 反正這個是demo網站 demo站裡面沒有資料 然後SS的管理器 就是讓你的 你的這個Wordplace有https 有一個鎖頭 就是https的網址 像這樣 htps開頭 好 然後你要選這個 Let's Encrypt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 好 那這個premium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要付費 你看它有個order購買 你選這兩個都是 一般我選這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代表說 wirecard就是代表說 只要是這個網域 不管前面它的子域名是什麼 全部都可以有SSL的功能 你可以選這個 然後按get就好了 好我這個是demo站 不要理他 好再來是 強迫https 這個 就把它開啟就好了 開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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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了 反正你如果是正式網站的話 應該是可以用的 好 這個是保護你的網域名稱 保護你的網域名稱 我還沒有用過 不曉得這個是 幹嘛用的 好 這個是阻擋IP 譬如說有個IP 他一直攻擊你 你就把它擋掉 或者是某一個IP range IP的範圍把它擋掉 這個side scanner 應該是要付費的 應該是要付費 就是他們會幫你去掃瞄一些駭客 好這個網速 網頁的速度 它有Cloudflare Cloudflare是另外一個網站的提供的服務 那它可以讓你做CDN CDN就是你在當地國家會暫存你的網頁 譬如說在美國的人看你台灣建立的網站 那美國那邊的主機 就會catch一份暫存檔 他們上你的網站 就會直接上他們最近的那台主機 所以會變得比較快 那這個CDN 因為它是在國外的主機 在台灣目前之前好像說 台北好像有吧 我不記得他們後來有沒有撤銷 就是讓我們上 因為這個sideground是在美國 所以在美國架設網站 應該是吧 在美國吧 然後你架設網站其實是在美國 那台灣的人呢 他用了這個CDN的話 他就不需要連到美國去看 他要連到最近的一台主機 可能是如果台灣有這個站點的話 他在台灣就可以看 下載你的網頁資料比較快 那這個是快取服務 快取服務是sideground他們公司自己有開發一個 就是他們自己的快取 如果是把那個網站代管在他們sideground的話 再去啟用他們自己的外掛 wordpress的外掛 就可以搭配這套 就是安裝那個外掛之後 再把這些做啟用 已經啟用了 這邊也是 再把它做啟用的話 那你的網站就會加速比較快 好 這個wordpress剛剛已經看過了 就是你可以選擇安裝這個 或者是安裝直接安裝 wordpress加wordcommerce 這是購物車的外掛 如果你沒有用購物車的話 你就直接按這個就好了 如果你有用到購物車系統的話 你就直接按這個 那如果你只選這個 將來也可以直接在你的wordpress裡面 外掛wordcommerce 只是說要自己裝 那這邊直接按的話 就是他一起幫你裝好的意思 好,節省你的時間 staging就是你可以複製一整個站 可能可以用來做 測試用 比如說你要備份一個站 你怕主站萬一安裝了 或刪除了什麼東西 出問題的話 你先在這個備份站去做測驗 測試 測試完畢之後 你才去主站去做這個動作 Auto update Migrator就是移機 就是你要把它移到某一個地方去 好,然後 Auto update就是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的狀態他會告訴你 譬如說 Wordpress目前新版本 最新是到5.2.4 Now available 就是現在可以使用這個版本了 那你要不要update now 或者是你要讓它設定成 Auto update 哪邊可以設定Auto update 反正好像是把它勾起來就可以了吧 這個是最後的備份時間 這個是Auto update的設定 這個是每隔24小時 這個是immediate immediate是立刻 然後這個是最近的一次 M minor就是 這個是主要的更新 這個是次要的更新 譬如說這5.2.4 這5.2.3 那一般我是比較喜歡這一個 就是我不敢直接更新到最新的 因為我不想當白老鼠 讓別人去更新最新的 然後可能次之 就是次之 更新到那個最新的在下一檔就對了 然後這個是update plug-in 這是外掛的更新 這個是主程式的更新 然後再來這個domain 就是網域名稱 puck domain sub domain sub domain就是直網域 譬如說 一般你主網站可能是三個w 我的這個 這個你可以把它當成主機名稱 也可以叫直網域sub domain名稱 那有的人就會把這個改shopping shop.你的網域名稱 那你就可以有多個網站 譬如說一個網站叫三個w 另外一個網站叫shop 或者是另外一個網站叫blog 開頭的 我們常看到很多大型的網站 他們前面網域名稱是一樣的 但是前面這個主機名稱是不一樣的 那他就可以區隔成多個不同的網站 多個不同的網站 那同一個ip是ok的 因為一個ip裡面可以架設多個網站 對不對 好 redirect就是 轉 轉 這怎麼講 怎麼講 移轉 不是 轉指 就人家打這個網址呢 他會幫你導向某一個 redirects tool 導向某一個網址 那301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找不到你的網頁 找不到網頁 找不到網頁 譬如說 你有一個網頁 譬如說這個 斜線blog 這個網頁 等於說 網域名稱斜線blog 這個網頁 然後這個網頁 你覺得這個網頁要更新了 或者是我不要了 直接把這網頁刪掉 刪掉之後 那之前在搜尋期裡面留下的紀錄就不見了 人家找到你的網站 或者發現找不到資料 那就浪費那個流量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301 301永久轉指 你就可以把它轉到 譬如說 pog2 假設 假設 必須開始用一個blog code httbase OK 好 這樣子 完整的網址就對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導到某一個 pog2 看你要導到哪一頁都可以 或者是主網站也可以 他自己的 跟他同名的網站也可以 按一個create就好了 然後你看 只要以後有人打這個網址 本來是找不到 因為被你刪掉 當然會自動幫你導向這個網址 OK 好 然後這個DMS Zone Editor 就是DMS的設定 好 目前 因為這是demo 這是測試的 這是測試的demo站 所以他說這個不能用 這個網域名稱不能用 因為是測試的 不是真的 好這個剛剛email 帳號已經講過 這個forward就是轉信 就是有人寄到你這個email來的時候 你想要把它轉寄到哪裡去都可以 你就可以去設定說 我這個service的信 進來的時候 我要轉寄到我的email 我的gmail去 好 然後這樣create就好了 哎呦 你看 可以設定不代表能用 反正就是 因為這是demo站 Auto responder就是 如果有人寄到某一個信箱的時候 你要回覆他 這個訊息你可以自己去key 比如說你好啊 我今天放假 所以人家寄到你的信箱的時候 他就要回彈這封信給對方 好 然後filters 這個很少用到 email filter 就是email的過濾 這個大家很少用到 這個email的驗證 這個跳過 大家比較少用 span expert 這個是廣告信件的專家 廣告專家 這個是在過濾 管理廣告信件的吧 這個大家應該也沒什麼用 OK 這邊就可以去看說你的traffic 就是你的流量 因為這個是demo站 所以沒有數據 error log 就是如果有任何錯誤訊息的話 這邊會有看到 access log 就是存取的記錄 這是demo站沒有東西 好 這邊 這邊大家應該就比較不會用到 Git 這個是版本控制 Chrome Job 是可以設定排程要做什麼工作 這是Linux主機的一些內部功能 如果你們有學server的話 這個會比較知道 一般人不會用到這個 PHP Manager 這個是比較有用的是這個 就是你希望這個網站想要用PHP的版本 可不可以換版本 譬如說我要換到這個版本 降版本 為什麼有這個需求 因為你可能不是Wordplace 假設你是請人家寫的程式 PHP程式比較舊 一定要5.6才跑得動 那你這個虛擬主機就一定要去調整 否則的話你的網站跑不起來 所以PHP Manager可以去根據 你正在使用的那個網站 調整你的PHP的版本 OK SSH是說如果也是有管理主機的人才會用到 它是可以利用類似DOS的介面 譬如說類似這種DOS的介面 然後SSH然後去存取 存取你的主機 之類的這樣存取主機 然後會下指令的人才會用到 所以一般人也不會用到 OK 好這個就是新版的 對如果你有多個網站的話 這邊可以切換 這邊可以切換 不同的網站 然後這邊的設定就完全不一樣 每一組不同的網站 這邊都會有不同的 這邊的設定都會有它 跟著它跑就對了 這一大堆設定是跟著這個網站跑 然後你再切到另外一個網站的話 又是不同的設定 所以每個網站有每個網站 它自己獨立的設定 好這個就是Sideground 它的新版本的介紹 功能不多 蠻簡單的 那如果你是一開始 購買Sideground主機 就使用新介面的話 那恭喜你了 不用去學之前那個C-Panel 一大堆的操作 OK 最後我是劉奶爸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教學 或是你想要幫助 真的創業的朋友 請你分享這個影片 按下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影片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都學會怎麼樣快速的架設網站 熟悉這個網站的主機後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